说到人生道路非常坎坷的女明星 你会想到谁 杨子作为童星出道 又是如何一步步获得娱乐圈90后四小花旦这个称号的 说起杨子 大部分人都看国家有儿女 她饰演的是下雪 一个活泼古怪的人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的她只有12岁 在屏幕前 虽然圆脸可爱但不好看 在青春期她因为身材不好 她有些发福 在家里有孩子扮演安定女性宋丹丹都说她不是朋友 2010年 她考入北影后 不停地跑去组织戏 辛辛苦苦牵下衣的不幸 但在开季前突然换人 而此时的她已经准备了合约 即使在2014年 她在战长沙也有了很好的口味 但还是没有给她带来更多的节目 在过去的十年里 她一直扮演许多不适合自己的角色 因为她没有戏剧可拍 但正因为如此 她的演技得到了真正的磨练 最后 她在2016年等待了欢乐所有 这让人们完全忘记了聪明的下雪 记住这个懵懂而又可爱的秋莹莹 香蜜里的一只眼睛足以让人心碎 表演了不同的情感 在演亲爱的 热爱的 杨子收获了整个网络的青睐 生而平凡的杨子却不甘平凡 单枪匹马的她终于闯出了自己的世界 如今的她饰演的角色都深深刻在人们心中 成功不会向我们走来 我们必须走向胜利 智慧不会向我们走来 我们必须勤奋思索 快乐不会向我们走来 我们必须用心体验